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是大白天 但他还是害怕极了 吓出一身冷汗 问我要不要去庙里拜拜菩萨 其实鬼压床在民间是一个迷信的说法 并非鬼附身 而是一种睡眠障碍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是被称作睡眠瘫痪症或者梦厌 通常发生在刚入睡或者僵醒未醒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一般正处于做梦的快速动眼期 在快速动眼期 为了保证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身体不会根据不同的梦境做出不可预料的各种反应 从而伤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激素 使得除了呼吸机和眼机外 其他的骨骼肌都处于极低张力的情况 也就是一种很放松的被麻痹的状态 但是 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 我们的大脑意识可能在这个阶段突然清醒了 而此时骨骼肌肉仍然处于麻痹状态 无法完成大脑意识指挥的动作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似睡非睡 似醒非醒 无法移动身体 无法言语的情况 就好像身体被压制了 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幻觉 严重的还会伴随着巨大的噪音 以及出现呼吸困难和冰死的感觉 时间上可能持续几十秒到几分钟 但人一旦醒过来 所有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 简单来说 就是身体很疲惫 还在沉睡中 但大脑意识已经提前清醒 意识与身体之间的链接被切断的一种现象 睡眠瘫痪症通常伴有恐慌发作 因此人们就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鬼压床 鬼压床很多人都遇到过 有研究报告显示 超过50%的人体验过睡眠瘫痪症 尤其以青少年和年轻人居多 我自己十年前就曾经遭遇过一次 那种恐怖的感觉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让我心有余悸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鬼压床的现象呢 科学家发现 当人们因为学习 工作压力过大 生活作息不规律 失眠 焦虑 睡眠姿势不当等原因 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大脑神经细胞过度兴奋或者过度紧张时 就容易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睡眠瘫痪症 并且 那些体弱多病的人发作的可能性要更高 因此 鬼压床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一种睡眠障碍 与每个人的身体体质 心理健康程度 睡眠质量 睡眠姿势等有关 与鬼神无关 通常情况下 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当发生鬼压床时 不必感到恐惧 那么 既然这是一种生理现象 那么要如何化解和根除鬼压床的现象呢?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发生睡眠瘫痪的时候 一方面 我们要告诉自己放松心情 保持镇定 接着可以通过以下几步快速恢复激张力 解除麻痹状态 从而清醒过来 第一步 快速转动眼球 让眼球做上下左右的圆周运动 第二步 做眨眼的动作 第三步 收缩嘴周围的肌肉 第四步 移动下额 动动舌头 一般情况下 做完前四步后 激张力就会开始慢慢出现 这时我们可以再接着 依次按顺序移动我们的颈部 肩 手 手指 腿 脚踝和脚趾 最后 做起来动一动全身的肌肉即可 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找到 根治睡眠瘫痪症的方法 因此 想要根除此种症状 只能预防 具体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积极锻炼身体 合理饮食 保持身体健康 体弱多病的人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处于下降的状态 当身体出现状况时 不能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恢复 并且身体的抗压能力变差 很容易感到疲劳 从而导致睡眠过程中出现睡眠瘫痪症 因此 多进行体育锻炼 保证合理饮食 保持身体的健康才能生活得更自由 彻底摆脱睡眠瘫痪症 另外 睡前吃些安神健脑的食物 比如喝点牛奶或者莲子羹 吃点核桃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睡眠状态 其次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保持身心愉悦 避免焦虑情绪的产生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在适中的焦虑状态下 人们的动机水平可以达到最高 这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有利的 但是 如果焦虑过度 不仅会降低动机水平 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比如 引起失眠 因此 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过度忧虑过去和未来 把注意力着眼于当下 努力去做好当下的事情 在此 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 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睡眠障碍症之所以好发于年轻人 主要在于年轻人作息不规律 尤其是喜欢熬夜 其实这种不规律的状态 很容易增加大脑运行过程中出错的几率 导致激素分泌紊乱 因此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早睡早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避免睡眠瘫痪症的重要预防措施 最后 调整睡觉的姿势 睡觉的时候如果枕头过高 压迫到了颈椎的血管和神经 就容易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如果被子太厚或者手放在胸口 就容易导致呼吸不畅 这些不良的睡眠的姿势 都会引发大脑缺血缺氧 从而导致睡眠瘫痪症 因此 调整自己睡眠的姿势 更换合适的床品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总之 鬼压床只是一种睡眠障碍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生理心理现象 虽然发生的时候让人心生恐怖 但是 如果我们能从科学的角度 积极地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做好各项预防措施 就可以摆脱恐惧感 轻松化解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